占培了健康,反映出政治人物不正常的生活作息,让他们把身体健康忽略了。 健康最受国人关注的政治领袖,莫过于现年93岁的首相敦马哈迪。 他在大选前三个月,还曾因为肺部感染,入院治疗。 第十四届大选竞选期间,马哈迪的健康问题,更被时任副首相拿督斯里阿莫扎西调侃,使西蒙可能会借马哈迪的健康博同情,刻意在选前最后一分钟安排马哈迪病倒入院,以扭转选情。 马哈迪不但并没有如何预测颁病倒,还率领西蒙赢得大选,而且在选后欲战欲勇。 反而是他身旁多名大疆,先后遭病魔击倒了。 在大选之后,因不同健康问题入院的政治人物,既有公正党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首相属副部长哈尼巴,马六甲州行政议员郭子义等。 公正党双西坎迪斯州议员苏海米在野党方面,前首相属部长拿督斯里沙西但在选后,也 在玻璃市州务大臣风波将至不下之际,突然因患上罕见的格林巴利综合症而入院。 最不幸的,还是人民公正党双西坎迪斯州议员苏海米,他敢不及宣誓就任州议员,就已经在7月2日骤人病逝,让我国迎来改朝换代后的第一场补选。 付出健康作为代价苏海米助理陈斯伟透露,苏海米从两年前开始患病,期间一直都有接受化疗,病情原本已受到控制,但在509大选时操劳过度,导致废积水,使得病情进一步恶化。 他指出,在竞选期间,苏海米尽心尽力,相信因此操劳而造成病情,发。 或是后四处奔走安华不曾停歇人民公正党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在西蒙执政后获得特赦,虽然,没有马上获得一官半职,但其特殊的身份,没有让他因此停歇下来,反而每天北上南下四处奔走。 但他在重祸自由后没多久,就在6月23日因背部和肩膀就患疼痛痣无法移动,当晚,紧急送往马大医药中心治疗,之后飞往土耳其,并进行右肩手术,目前正在康复中。 安华身体健康一直都不好,长期受背脊问题困扰,今年3月5日,安华因注射肋骨唇治疗时出现副作用,被送入吉隆坡中央医院的心脏病加护病房治疗。 无论如何,目前在土耳其进行治疗的安华,刚完成右肩手术,正在康复中。 11岁的慕尤丁,也在日前入院动手术切除初期胰脏瘤,必须休养约一个月,其内政部事务,由首相敦马哈迪代长。 另一名健康受关注的政治人物则是哈尼巴,7月9日在首相署长阅集会上,他在马哈迪刚致辞。 5分钟,就突然昏倒,从讲台摔倒在地,破坏在场的部长们,之后被送到不成医院接受治疗。 48岁的哈尼巴曾有过在国会晕倒的记录,他在2016年4月4日参与公私法。 按辩论,较后出现晕眩道在其座位,紧急送往吉隆坡中央医院进行脑部手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